之前因为我做过相亲节目的主持 所以接触过很多的中年女性 所以特别了解她们的心理状况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中年女性喜欢上男性的三种暗示 因为中年女性不像年轻女子一样 当她喜欢上一个男性的时候 往往不顾一切 奋不顾身 孤注一掷 而中年女性往往多了那份沉稳 因为她们非常的清楚 一旦这份感情再次投资错误的话 那再糟蹋了几年 那可能就到了末年 到那时候再想要爱情谈何容易 所以她们往往要通过这三个情况 来展示自己真实的爱 希望你们这些男性能够懂 第一呢 帮你做事 中年女性啊 不像年轻的女子 嘴上夸夸其谈 但是呢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而中年女性呢 往往是帮你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比如洗衣服 比如做家务 甚至到地里面去干活 她们都愿意去做 可是她们嘴上不说爱你或者喜欢你 前两年的时候我还一个人住在山上 那时候啊就有一个老大妈 也不是老大妈了 三十多岁 有了小孩离异的 就经常到我那里去 帮我做饭 洗衣 做家务啊 可是那时候我就不懂她的良心用途 当时太年轻的我 总喜欢年轻漂亮的 却浪费了她一片苦心啊 第二呢 她就是和你分享她的私事 私事对一个中年女性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平时的买菜的 其他米米酱醋茶这些都属于私事 当她跟你说起这些私事都如数加深的时候呢 她希望和你过上日子 因为生活实实在在 这些所事才是生活的大重要和大部分所花的时间 第三呢 她故意向你透露她现在的情感状态 比如她已经离异了 她告诉你或者暗示你 说我现在已经离异了 有小孩或者没有小孩 现在是属于单身状态 而她说这句话的意义呢 就是希望你能从心里面明白 她是想跟你在一起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女性 她不可能直白的告诉你 她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吧 当她有这三种暗示的时候 你可要注意了 她可能是真的喜欢你 她不像年轻的少女那样夸夸其谈 说得天花烂在 所以你要明白中年女性的心理 你这样跟她在一起就很容易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 我完全是非常好 我妈咱们 我妈咱们